這個價格議題是假議題 請國民黨不要再誤導 不然你們可以公開 你們自己私下去簽的那些代理商的合約 到底你的價格是多少 數量是多少 什麼時候到貨 到目前為止 他們沒有一件敢跟指揮中心來申請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裡面呢 有點居心剖測 是否跟用疫苗的這個政治角力 要求台灣呢 逼向這個一中原則 然後逼統是有關係 昨天國民黨團有兩個特別的提案呢 就是要求呢 我們台灣的政府在8月31前 一定要進口3萬劑 這個國際疫苗 而且是應該 是應該 不是請求 那同時呢 跟國民黨友好的這個副委員呢 我們也提供了他的這個提案 裡面也要求呢 是要在一定時間內呢 進口這個4千萬劑 這樣子的疫苗 那我們就在懷疑 就是說以目前 在全世界全球上面 對於疫苗行情 或是國際疫苗上面呢 的認知 包括這個國際政治角力 這麼大的這個狀況之下 是否呢 國民黨團的這些提案 是夾雜著要求台灣的政府呢 要能夠購買中國自己所生產的這個疫苗 那目前為止並沒有得到比較好的這個回覆 但是沒有想到 這個當美國跟日本伸出元首的時候呢 國民黨團以及他的支持者呢 卻在一片罵聲當中呢 在罵台灣的政府 所以我們覺得這裡面呢 有點居心剖測 是否跟用疫苗的這個政治角力 要求台灣呢 逼向這個一中原則 然後逼統是有關係 各國政府 在談這個國際疫苗的時候 他們都有保密合約 那台灣也透過COVAX平台 在採購國際上面所認證的疫苗 COVAX平台的價格就一定是各國統一的 所以雖然有保密協議 但是絕對不會有價格的差異 這是要保障說 有錢的國家搶光疫苗 沒錢的國家搶不到疫苗 所以台灣有很大一部分的疫苗採購 都是透過這個國際平台 絕對不會有價格問題 只是有保密協議 另外 在目前所揭露的中國科興疫苗 賣給其他國家的價格 有新台幣800多塊到1600多塊 如果以目前 國民黨跟部分委員拿出來的 和媒體的資料拿出來的 國產疫苗的價格 雖然還是在保密簽約範圍之內 但是中國的科興疫苗 目前揭露的價格 都完完全全比這些國產疫苗 可能的價格還要貴 那國民黨怎麼沒有嫌過科興疫苗 賣給這些 相對來說 經濟環境不好的國家賣這個價格 那國民黨還要台灣吞 然後再來是國民黨 他們這麼多執政的縣市 透過他們自己的關係 一些不知道有沒有資格的 這些藥商代理商 要去代理這些疫苗的時候 我們雖然看不到數量 看不到價格 看不到到底真的有沒有貨 那我也請教一下 國民黨你們這些雲林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你們這些簽約的 這些代理商 到底他們的價格是多少 這個應該沒有保密協議 你們是不是公開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價格的議題是假議題 政府的採購 那我們在草野協商已經同意了 在所有的外購疫苗都到貨之後 就會有公開跟國人說明 所以在這點上面 請國民黨不要再誤導 不然你們可以公開 你們自己私下去簽的那些代理商的合約 到底你的價格是多少 數量是多少 什麼時候到貨 到目前為止 他們沒有一件敢跟指揮中心來申請的 但是我也是 在說實際上 我不是在買那些人 是這樣的 就有那些人 那些人 想要麼的 那些人 就有那麼多 這也就是